我們做到現在老師可以發現 我們在編輯的環境裡面 他看到的品質普通 你看我們這個地方 看這些作品 你有沒有發現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他們的作品有沒有看起來比較有光影變化 我們現在做的是沒有 因為這是編輯環境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有光影變化 我們在3D這邊可以做 那我們先看上面2D 其實2D是可以輸出的 也就是說上面這一塊 也許有些老師有用過像以拉錘的扣座 這是不是像樣的 那你要編輯它的話 請問你如果要在以拉錘扣座 或者像我們這邊有安裝叫INSCAPE 你要畫這個容易嗎 也不太容易 所以你就把這個地方你點到這裡 平面圖有沒有輸出成SVG 你也可以按滑鼠右鍵也有 輸出SVG 我就可以用我們INSCAPE打開 有沒有這樣打開 那預設的話它是一個群組 預設是一個群組 你把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解散群組 這樣你可以在這邊繼續 有沒有可以繼續用 這樣有沒有比你在這裡面做容易一點 所以即使你是平面圖 它也可以拿進來用 這是2D的部分 再來我們看3D 3D就是下面這一塊 那這一塊呢你先找到你要的角度 好看你外面看 你找好之後 你看我們上面這邊 有沒有兩台攝影機 照相機 這是攝影機 做動畫用右邊的 做靜態用左邊的 所以我點一下照相機 按下去 那預設的話呢 它輸出的這個尺寸比較小一點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用小的看 那重點在下面 有沒有一個畫質 如果你是用高速度的 或是大概這個第二個 第二個它輸出就跟你現在線啊 就是3D圖看得差不多 那我們希望比較高檔一點的 請你把它拉到最右邊 第三個跟第四個 拉過來之後 有沒有發現下面會多了 這個日期時間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我們呢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哪一天的日期 因為不同日期 夏季冬季 陽光不一樣 第二個 輸出的時間 那我們會建議大家 就是不要用中午12點 因為它預設中午12點有點太亮 所以我通常會用早上或傍晚 那怎麼改 你直接把這個數字改掉就好 你把它框起來 按滑鼠的這個 上下 這樣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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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是做戶外的 其實應該是不需要增加天花板的 不需要增加天花板 所以我這樣子 我就先開始囉 這個時候就跟真正3D軟體一樣的 當然這時候顯示卡好跟壞 下肖粉就插在這裡 有沒有 有一點不一樣 那哪裡會算得比較慢 有數的地方 你不要忘記那是真的數 所以陰影要在那邊要算比較久 這樣了解 好你看我們這樣算完之後 有沒有發現有影子就跑出來了 影子就跑出來了 好那 那我建議老師就是剛開始你不清楚說 到底輸出結果怎麼樣 你可以像這樣使用一下 那如果呢 你需要比較高畫質的 你就來這邊改變一下 好改變一下 確定真的 這是我要的 你再來輸出比較高的 因為他的畫質可以輸出蠻高的喔 你看另外就是說你輸出的比例 我們預設呢 是輸出哪一個範圍 就是你這個3D視圖的範圍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把這個視圖 有沒有拉的比較高 對不對 拉比較高 這樣我輸出的範圍會比較大 那如果呢 你不要這樣 我要固定比例 16比9的 他就依照你這個大小 去做16比9的輸出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那一般來講 如果你真的要比較大的 我就可能就會用到 1000啊 12啊 甚至1920啊 比較大一點的 當然這個就要算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我通常會先用小尺寸 先看一下 他如果OK 比如說 我發現了你這角度不是很好 就再轉一個角度 你就再重新算一下 開始 再重新算一下 這個真的效能會差很多 因為其實真正的3D 他最大的差別就是這個時候 CPU啦 記憶顯示卡的效能就會出來 我們編輯的時候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你要算高畫質的時候 這就差很多 等到算完了 你就會按儲存 有沒有這就變成PNG 好 就變成PNG圖長 那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這個是 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做平面的部分 就是 應該說靜態的部分 他可以輸出2D 也可以輸出3D 你就可以像這樣去使用 好嗎 好嗎 好嗎